海獅餅店約有30間分店 至少拖欠達2,450萬元的租金 多個債權人早前入稟 申請將該公司清盤 案件今日於高等法院進行清盤情請聆訊 因為海獅未能履行承諾 向替代清盤情請人領展存入2個月的租金 一共約170萬元 也沒有提交具體的重組方案 法官陳正勳最終決定頒令海獅需即時清盤 被呈呈清盤的是海獅食品有限公司 而今次的呈呈人是領展物業有限公司 案件最初的呈呈人是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及惠中興業有限公司 而另一債權人瓦達企業有限公司其後再入品 海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